罗素又转战篮网后首度和湖人交手USA Today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前湖人少主罗素D'Angelo Russell 修在其因为交易转战篮网 今天首次面对前东家 罗素虽表达了从退役球经老大布莱恩 Kobe Bryant受益良多知情 但也喊称惊吓对湖人篮球失误部总裁 魔术强森Magic Johnson的不谅解 魔术强森6月时解释把罗素交易到篮网的原因 并以球队需要一名领袖为由 在选秀指名球哥波尔 Lendell Ball 期盼波尔能让湖人其他球员变得更好 对此罗素在篮网加盟时拒绝多谈 如今他谈言心中的不谅解 我只能控制我能掌握的 他有地位说出他想要的 所以我也只能在我离开的最后一天前 尽我所能做我能做的 罗素在去年层外流与当时队友杨恩 Nick Young私下谈话的影片 不仅造成杨恩和女友分手 也影响罗素和队友的关系 回想在洛杉矶的日子 罗素表示 那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 没什么事情是我真的能掌握的 交易就是其一 我经历了Kobe退休 没一件事 罗素与布莱恩 左资料罩 法新社 谈到布莱恩 罗素开启另一个话匣子 他一起2015-16年 还是新秀的他从即将告别生涯的布莱恩学到不少 他应得到他该有的关注 Kobe是个传奇 如果他今天回归 那绝对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 他在场上 场下的作为 还有他展现自己的方式 以及对媒体贪吐 首次对战活人 罗素锦拿下24头8重 17分7助攻7篮板的成绩 和他开戏三度拿下29分以上相比差强人意